宁波不少家长打进热线反应,他们给孩子报了早教班,8月30号突然收到通知,说是停课了,可是不少孩子还有价值1万多的课程没有上完。 这家月宝园早教班和维哲国际创意中心位于宁波天一广场,家长们说,这两家早教机构属于同一家公司,课程主要针对0到6岁的孩子。 家长玛女士说,她的孩子2岁多,去年12月份送到这里报了外教英语和乐高等课程,一共交了2万多块钱。 然后现在课剩下的金额是18200元,8月30号的左右收到她那个课服给我发来,她说外教课程停了,然后我就直接联系了那个老板娘,她说我这个店就是转让了,9月1号开始就关门不上课了。 转让怎么就变成停课了呢? 王女士说,这家早教机构在这开了好几年,来报名的家长很多,有些课程还报不上。 她给孩子在这里报了乐高早教班,去年的课程还没有上完。 今年5月份,机构又搞促销活动,让他们交钱。 5月30号交了10780,一节课都没有上过。 对,然后我们是昨天晚上9点钟,被拉到那个群里面才知道,已经没有正常上课了。 家长们说,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姓卢,既然不能上课了,他们就向对方提出退还剩余费用。 我法人已经转让了,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,你找新的法人去。 因为我们就是交费的是在他认法人的时候,交到他这个账上的。 我们没有更新法人,有交易啊,钱都是交给老法人的。 除了家长,这里的老师也很担忧他们8月份的工资。 9月15号发8月份的工资了,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应该也没有人会给我们发。 像我7月份给他们暑假托稿班上课,他还有490块钱,钱不多,但是没有发。 然后去联系老板,他也没有说任何话。 关键是我们这个旧老板一直在扯皮给新老板。 但是问题是,之前这么多家长的学位都是旧老板收去了,怎么可能跟新老板有任何关系呢。 老师们说,新旧老板更替,他们也是事后才知道的。 家长们提供了之前营业执照的照片,这里的月宝园早交班和维哲国际创意中心,都属于海蜀悠然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。 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卢女士不在现场,之前的监视是一位郭先生。 他说,8月初公司转让给了一位胡老板,股权转让协议也签了,双方谈好的价格是69万,其中30万是股权转让费用。 另外39万是天一广场物业的押金费用转让。 他说没有准备资金,能不能先付比如说两万块钱行事一下,剩下的钱后面三个月后再让我付。 10号那天,他也以资金没准备的一个所返了,跟我讲的就是天一广场,刚好要交租金10号那天,一季度37万多一点。 他说能不能帮我去说一下,比如一季度分三个月叫,然后三期我给他申请四期,就是8月份上半个月六万,下半个月六万,9月份12万多一点,10月份12万多一点。 然后讲完以后呢,他还跟我讲,今天这六万了,你帮我垫付一下,那我也给他垫付了,因为聊的感觉挺好的,六万块租金,而且他也写了一张借条给我。 郭先生提供了借条,上面写着,这六万块钱8月25号还金。 郭先生表示,胡老板一直没把这笔钱付给他,租金也没去交,人已经联系不上了。 郭先生的说法,家长们并不认可,理由是,这么大一家公司股权转让,涉及到69万元金额,郭先生只收了胡老板两万元定金,就签了协议,还借六万块钱给对方,显得不太合理。 对此郭先生解释,他对这个胡老板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 郭先生,你跟他也不认识啊,之前,我跟他不认识,对,但是,就是他,怎么两万块钱给了你,你就开始去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。 对,你们一开始想想,肯定也不对啊,因为我们天衣广场是韦哲乐高,他在象山开了一家韦哲乐高,就大家是同一个总部的,同一个品牌的,然后我去看了,他的确是有实体厂地中心在运营的,而且运营的挺好的,同品牌,莫名的有个亲切感,很信了他。 郭先生还表示,象山那家韦哲乐高的法人也姓胡,胡老板说,那是他侄子,他是股东,也是实际控制人。 股权转让后,胡老板和他一起给员工开了会,表示接下来会继续好好经营。 但之后据老师们反馈,情况并非如此。 郭先生说,他建了一个群,让早交班的主管和老师跟胡老板沟通,胡老板一直不回复,8月24号之后,连来都不来了。 郭先生说,他联系不善胡老板,早交班又面临停水停电,所以就由客服通知家长暂停课程。 在26号,他因为天衣广场租金没交嘛,他把这个股权转让给了家里一个75岁的老人。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,宁波市海蜀悠然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,在8月26号的时候,已经由胡老板变更为了一位石某某。 后来是这样的,我没脸事上,就昨天啊,我们这里优户派出所,给他打电话了,让他今天来。 郭先生提供了胡老板的电话,记得多次拨打,对方都没有接听。 江夏派出所方面表示,市场监管等部门已经介入处理此事,胡老板需要在派出所说明情况,之后会让胡老板给记者回个电话。 记者也给胡老板发了短信,胡老板回复说,公安正在调查,请耐心等待,他也是上当受骗者,被套路了。 记者想电话沟通,深入了解一下情况。 胡老板仍然没有接听,说是不方便。 第二天,记者再次联系胡老板,他说自己已经不在宁波,情况都跟相关部门说过了。 所以说你说你被他套路了,是什么个套路的人? 这个也暂时不方便,情况也没到这个地步,到时候我这边向那边,法院跟那个市场监督那边,买矛盾调节中心那边,我都已经详细被爱在那边。 记者了解到,目前宁波海蜀区多部门正对此事进行协调处理。 家长们表示,他们正在等待处理结果,也会做好走法律途径的准备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